就這樣而已 掃感啊 對啊 你們分三批進去喔 基本上兩批半 兩批半 兩批的然後最後剩下的再進去 其實我們已經很幸運 就是老闆特別在他休息的時間讓我們進去 拍到耍 你們包店就對了 對 我們包場 欸 怎麼覺得 好像突然變得更尊榮 好像吃也沒有很重要 然後老闆就知道說 我今天一整天我特地打開 就是為了台灣來的聖地巡邏花 就是大概只有 看你們看這樣子 就是只有爽哥有些遺憾而已 其他還好 因為他真的很想吃 真的很想吃 他剛才每一個景點都有吃到 可是因為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動畫畫面 你都覺得跟他們到同一間店了 應該也要點一樣的東西來吃一下 也是 對啊 懸念 沒關係 你們下次自己去的時候再吃好不好 因為你們人太多了 但是聖地巡禮的證據就在這裡 要讓大家看看 到底有沒有一模一樣呢 剛剛你們看了嗎 動畫裡頭的 然後現在呢 他們自己聖地巡禮 哇 拍得一模一樣耶 而且 而且這間店其實有原因 就是老闆年輕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 就是這間店的場客 你看嘛 所以說那個時候 你說老闆年輕的時候 對 就是這間店的場客 不是 老闆 監督啦 像說老闆 老闆不是開店的人嗎 開店的人是這間店的場客 水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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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督 所以又放縱事故 對 你說 你說這個監督本身就很愛在裡面喝酒 對 基本上它之前就是這間店的場客 然後據老闆跟我們說 就是監督就直接問他說 可不可以用這間店當飯 然後老闆就說OK這樣子 哎呀 想不到在戲外白箱動畫製作之前 還有一段這樣的小八卦呢 告別五藏野的居酒屋 下一部巡禮的作品又會是什麼呢 對 它是一間在東京很有名的咖啡店 好 叫什麼名字呢 叫協中門 協中門咖啡店 這一部動畫到底叫什麼名字 這部動畫叫做 《境界的比方》 對 《境界的比方》 裡面的協中門咖啡店 沒錯 一樣要給大家看一下 聖地巡禮的證據啦 你們看 真的耶 它是寫咖啡館 寫中門 然後它是寫寫真館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地方好像都一樣耶 對 都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照這樣子的畫出來 真的耶 其實這個老闆他滿free的 所以他大概 他覺得他那天心情好 要收了就收了 所以有點難 所以很難掌握他關店的時間 對 他那天心情好 就早點收這樣 紅的店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任性 他那天心情好嗎 你們去的時候 滿好痛的 來 畢萌萌宿給我們就來 還有 真的有變魔術給我們看 對 有看 我把他們加 他們特製的魔材而來變魔術 怎麼了 你有學起來了嗎 試試看 試試看 哎唷 無心Cue了一句 沒想到爽哥竟然對自己的 魔術技巧展現如此的有自信 不過這個表演過程 實在是有一點點掉漆 所以為了維持節目的品質 我們必須忍痛的 將這段放送事故給剪掉 爽哥你別氣餒了 還是給勇於挑戰的你一個掌聲 咕哩咕哩 無緣見證爽哥的奇蹟 我們還是把焦點 回到巡禮的主題上吧 對啊 這個超像的 就是第三位 他們兩位女主角 就是坐在這個地方 幾乎是一模一樣 拜託一下 然後實際上的場景 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你們真的都找得到 很棒的角度 來 第三張 真的有點很恐怖 我剛剛有注意到這燈 天啊 竟然是完全一樣的 畫背景的繪師也蠻厲害的 對 他們比較辛苦 因為這家店蠻複雜的 而且這裡面動來動去的 他店雖然小小的 可是他擺飾很多 對 我覺得咖啡店必定裡面 可能有很多器具 而且他這麼小的店 真的很不可思議 把三十個人都塞下去 一開始他還 你們有塞到三十個 對 我們三十個塞滿 這次沒有分批了 這次沒有分批了 你們也是包店是不是 對 我們也是包店 這一張圖片就是 老闆 變給你們看的樣子 絕對不是爽跟人 而且他真的蠻多人在看的 對 其實老闆他 如果那天有去的人應該也知道 老闆其實在魔術大賽上面有得過 真的假的 那我剛剛還這樣子笑那個老闆 老闆其實很厲害 而且這間店真的 這間店的厲害到就是其實 因為老闆很老了 這間店也是很有歷史 他超過一甲子的店了 他的頭銜你可以老點說嗎 很恐怖的好嗎 以後不要隨便 就那個 音樂錄影機場裡面那個塔摩利大叔 你說戴墨鏡的那種 對 老闆 老闆看過小時候的他 就是那個塔摩利大叔 他小時候都會去那間店 這是什麼奇怪的爆料 然後還有 還有像那個日本的攝影大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拍照 荒布經緯大師 他方老闆拍過他的那個照片 厲害了吧 這間歷史悠久 特色獨到的協中門咖啡廳 除了是動畫境界的比方 取景地點外 原來還是遠近實名名人齊聚的 熱搜店鋪呢 聽完了雛庫和團員們 經驗豐富的分享之後 相信鏡頭前 對於造訪聖地 約約欲失的朋友們 肚子裡應該有許多 關於出國巡禮的疑問吧 機會難得 馬上就有請雛庫團長 來幫我們解惑吧 來 首先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 來 我們到了日本去之後 手機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到底是要漫遊好還是應該怎麼樣 我覺得啦 因為我們基本上不會在那邊 會有打電話需求 但是上網需求大家一定有 比如說LINE 或者Google Map 對 Google Map 所以說建議大家就是辦一張 當地的SIM卡就好 那個SIM卡其實在台灣滿好群的 很多地方有很多地方 在台灣就可以辦對不對 對 台灣很多地方都有在賣 那大家可以到那邊 就直接換成日本的卡就好 好處是 好處是基本上賣有很貴 另外一個是你接不到台灣這邊 公司大來的電話 你是很常被推稿是不是 這個老實過頭的小屁股 大家有沒有學起來啊 接下來問一個跟名勝議題 息息相關的大事吧 在日本要怎麼吃最省錢 在日本吃怎麼吃最省錢 就學名酒嘛對不對 一顆方糖卷的四顆 什麼鬼啦 一餐吃四分之 不是我們要省錢 我們不要等到標籤 而且我們就在省錢也是要過得開心好嗎 對啊 那基本上呢 有人講傍晚的超市 這個哪重要 真的嗎 因為你有辦法就去跟歐巴桑講 搬家便當 大概八點或八點半 會開始貼標籤 真的 我們這幾天都這樣高 這個是真的 這是我們這一家會出現的場景 真的 對啊 這一點真的是非常好用 而且你會看到就是 如果你覺得你時間不夠 那他貼八折的標籤 就是貼二十歐福就去買 但你會看到很多歐巴桑在旁邊 還在等是不是 等他五折的標籤貼上去 喔 你會說旁邊可能會有人在聊天 對 就假裝 裝忙這樣子 然後等到那個貼標籤的弟弟出來的時候 就是 大家就會開始 風友而至這樣子 就戰鬥位置 貼上去以後就 感覺那個弟弟出來的標籤 會有一個會心的一笑 你看喔 所以那個弟弟可以在 欸 我還沒聽 欸 所以你說那個弟弟有時候會滿炸的 他拿那個貼標籤的機器就是這樣 然後 有時候他會刷 刷完以後 然後就不貼 然後貼這邊 嘿嘿 有看過動畫便當的粉絲 對於搶打折便當的情境 應該都很有畫面喔 根據Hinaku跟團員們的說法 這個便當爭奪的修羅場 可是為了省錢 人人都經歷過的呢 請問去東京自住一周 然後啊 這樣子聖地巡禮 你們都花多少錢 我大概是五六萬 五六萬 這是花五萬 也是不太多耶 對啊 是 周邊啊 限定品 有些東西 這邊才有買得到 這在算進去的是不是 大喜的限定品 那你 那你 你五六萬是買得很開心的 那種狀態嗎 對啊 還是很省 這些就是大喜當地 才買得到的喔 我有沒有 沒有不去那地方買不到 我知道啦 我這樣講就知道 一定是買得很爽的狀態 對 因為他是爽哥 所以我剛剛可以買得很開心 對 那小安花多少 弟弟也花了 我花五六萬 你也花五六萬 對啊 你畢生的積蓄就花很多嗎 很髒啊 其實很髒 沒有 因為這是小安 他人生第一次出國 他切掉一個桿子 就先人生的積蓄 對啊 就是不建議啦 人家第一次就獻給你了耶 如果切掉 好害羞喔 真不好意思啊 你躲走了小安 第一次 五六萬 怎麼都沒有 好 所以說五六萬 這是可以玩得很舒服的狀態 但是如果像 這麼客難的玩法 大概花多少錢 我大概一天只要花一千五台幣而已 你說吃家住嗎 吃家住 不是耶 加機票幹嘛的那些 機票的話大概 連假空三四千 算一算 平均下來一趟 六 不用到一萬塊 六天耶 對啊六天不用一萬塊 不用到一萬塊台幣 不用喔 不用喔 就是一個在非常客難的環境這樣 我跟你講 既然都已經要去倒閉了 不用過著這樣 對不用過著這樣 不用過著這樣 我想說你有沒有要開一團客難團 對 明年可以開兩團 客難團豪華團 對 豪華團搶於 豪華團住旅館 然後客難團住紙箱 好 住紙箱的說法 真的是有一點給他over了啦 不過日本自住行 六天不到一萬的支出 我想也只有豪華團才辦得到 好啦 大夥們說說笑笑 出團巡禮聊得這麼開心 訪談尾聲 就讓我們請身為巡禮愛內人 的三位來賓發表一下 想要加入動漫聖地巡禮的行列 需要具備的條件是什麼呢 什麼鬼 沒有啦 愛真的很重要 對 你沒有愛的話 你就不會有那個動力出去 也是 所以我覺得 我也是覺得愛最重要 對 我們去這些場景 也都是基於對這些作品的愛嘛 對 好 那浮誇哥還有什麼 浮誇哥 浮誇爽哥 我當然是覺得是愛啊 因為你喜歡這部動畫 你到那個地方 你才會覺得有感受 心有靈心 然後會非常的興奮 我終於到這個地方了 我怎麼看到那個斜坡了 誰比較浮誇 誰比較浮誇 那是爽吧 那是爽 那是爽 都不演錯了嗎 爽 小燕呢你覺得 小燕呢你覺得 有愛 有愛就這樣一樣 語言可以突破一切 只要有愛就好 所以不用怕普通日 普通英文 都沒有關係 你什麼話講都不會很一樣 對 學一個學學學 就可以用一輩子了 這樣子好不好 好 很開心今天可以找你們 直接跟我們還原 你們當初去勝利尋你的感動 對 那如果喜歡的話 明年好好的期待 好不好 對啊 明年你會不會再救團 謝謝你 不要站在那邊 你要被打了我跟你說 對 好啦 今天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有趣的故事 好的 那我們 動漫OnAir 與你Live Everywhere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你